有各位市民向市民丹志文欢迎 学党在学校的课程上不能吃东西 地书有抛道到中道 也有充满到运动中家的金项 这些小朋友正是青春生定的改端 受到学校这种科学的规定 无人都好使到学党这些管理 要求各位市区局处清早 有多几间学校有这项恶力意义改静 港区市区局处丹志文 今天市区组织这项有两段议题 第一是港区市发展太阳林公电保障方案减透 另外一个议题是 有市民才影响市区丹志文关系 学党在学校固定上不能吃东西 地书有抛道到中道 要有充满到运动中家的金项 这些小朋友正是青春生定的改端 受到学校这种科学的规定 无人都好使学党这些管理 那我下的标凌是 孩子来不及吃早餐 那这个小朋友 他本是学校目前 他也已经没有福利社了 而且他们是禁止把早餐 带到学校里面去吃 所以那个妈妈就想说 不如让孩子带一个品果到学校里面去 可是当场就被孩子拒绝 为什么 因为她说他们老师规定 教室里面是不能随意来制造垃圾 所以她的肩膀 这个连皮肤都不敢带去 那结合是什么 结合就是她从第一届 二到第四届 就完全都没有吃东西 先来就倒到这个法文杯里面去 她就告诉她小朋友说 你就是用下课的时间 把它当成喝开水就把它喝掉 那孩子他也很听话 他就下课的时候就把它喝掉 他想说这样也没有人发现 可是一到上课的时间 遭到的我又去到老师妹 那我就问一下 想说那为什么会被骂 他就 他也是很无奈的跟我讲说 啊 咱们孩子还背了 腿下的蚤肉都洗脆了 有什么腿下的蚤肉 又洗脆了 喝牛奶的时候 这个嘴唇的上面 会沾了一层白白的 那个牛奶的痕迹 结果就被老师发现了 所以我们听起来真的是一则瞎话 不过其实 在父母的眼里 其实还是会扯不得 所以根据这两点 我也把它提出来 第一个就是说 小朋友從第一節二到第四節 完全沒有進食的狀態下 你覺得孩子的他的學習效果會好嗎 第二個這個教室不能隨意製造垃圾 當然第一良好 你這樣教孩子的皮膚上 教他皮膚都是對的 我不反對 但是我們是應該教導孩子如何來善後 而不是為了不製造垃圾 要怕什麼東西吃東西的確定都沒有 這個我就不太認同 我不知道老師他們是怎麼樣的傳達 這一點我覺得處長 你應該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為我也沒有時間在那裡 說 我們主門表示 現在社會家庭進步已經 需要北部、港俗、雙心、市街很多 早等無主的家庭佔大多數 也正是學棟、學習階段的家庭 雖然國有處建議家庭 讓學棟吃飽吃過來上課 但是這也要顧及到 賣付吃飽等學棟吃的管理 全新新聞、初明東、家紀七、蔡康、報登 집廳 並 很超過的